就是我给我家里人也商量了一下 然后也跟他说了 我说我觉得我在广州这边 离家里也很远 我说我想回去 我说我回去 我说我干什么都行 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爸妈也同意了 你家是哪儿的 浙江 然后回到家之后 感觉还是少点什么 就是爸妈也对我就挺失望的 当时就走在街头的时候 看到那些情侣就手拉着 我就想到 我说明明我也有男朋友呀 为什么感觉就是 自己过的就是感觉特别苦 然后当时就给他打电话嘛 我说在我最难的时候 你都没有出现 我说我真的 我觉得你既然你要选择 那份职业的话 我说我也尊重你 你可以选择你那份职业 但是我也要有我的选择 我说我真的接受不了 这样的异地恋 我想要两个人就是 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 得先有一定的视野 你就直接叫我来 回来和你重新开始 就是白手起家这样 其实现在很难的 我觉得我先有工作了 稳定了 然后差不多了 就可以那边工作 可以辞掉 回来再回来和你一起 创业怎么样的 我就希望你能等我一等 然后当时他要我等他嘛 我就想到了 当时我在广州的时候 如果你在那两个星期 你来看过我一次 我就可能不会走了 我可能就会留在广州 但是他没有来 所以你把你的走 又怪在他的身上了 然后后来就是 我有个朋友在无锡嘛 然后我就跟着我朋友 就是到无锡这边来 做一些兼职 到了无锡之后 因为我们做礼仪 就特别特别辛苦 有的时候像那一次活动 就是四点钟就要到达现场 我三年多我就起来 然后就从朋友家出发了 然后我朋友家就是有点偏 然后那边又没有监控 没有摄像头 当时就有个大爷站在门口 我都惊呆了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发了微信 虽然他当时回了我微信 但是我就在想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打个电话呢 为什么不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觉得我当时能回你微信 都很不错了 当时凌晨四点 你发我信息我就秒回了 这说明我当时 其实每天神经都很紧张 因为你当时异地 每天晚上都和我吵 每天晚上也睡不着 睡不好觉 然后我不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室友都在睡觉 我打电话 要是把他们吵醒怎么办 因为白天还要接着上课 因为你以前 跟你说我睡不着的时候 你就会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用很轻的声音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们两个异地之后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就感觉你没有以前 那么关心我了 因为这边压力很大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边 也很累啊 其实 我觉得我已经把 所有的空闲时间 都拿来和你聊天了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做礼仪嘛 他一站就是站一天 让我想到就是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如果我们穿高跟鞋 在学校里面走了一天 他就会 不管在哪儿 都会跑过来接我一下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累 但是就是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是真的 一瘸一拐一的 你自己一个人走回来 当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 特别特别地落寞 就是感觉身边的人都可以 我就是有男朋友 而且当时就是 我好朋友嘛 他跟他男朋友是在一块儿 就是每天就是 我好朋友做完礼仪回来 他男朋友都能去接他 然后我就在想 明明我也有男朋友啊 为什么我去过着一种 单身狗的生活呢 嗯 其实我也挺愧疚的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就希望你能 也多体谅也体谅我 我知道你在那边一个人 其实也不容易 但是我在这边我也不容易 我压力也很大 所以其实打从我内心里 我就希望他能够 每天都陪着我 我觉得我们两个 不管干什么都行 其实我现在 我觉得我不怕吃苦 我觉得如果他 要是要从事那一行的话 每天飞来飞去的 时间也很不稳定 有的时候可能 一年都不知道 能见上几次面 我觉得永远都 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很希望他 就是能够 好好考虑一下吗 我觉得只要是工作之余 我就能把自己 所有时间都拿来陪你 我就希望你能相信我 能等一等我 你们俩现在靠什么 来沟通感情啊 现在就只能靠手机嘛 而且他都不会主动说 跟你视频聊天啊 怎么样的 因为像我朋友 他们就是也有异国的嘛 异国他们就是连吃早饭 都要先同个视频 但他就有的时候 就看看手机啊 他可能就是在上课 怎么样的 但是他就从来 都不会说 哎 我们视频一会儿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是没有用手机 我们也经常也视频聊天 而且我有一个室友 他也是跟他女朋友异地恋 但是人家就能相处得特别好 每天都视频你弄我弄的 我就想想你 就稍微体谅我一点 哎 你那室友 能你弄我弄你咋不能 我也就跟他主动聊天嘛 但是他就觉得少 视频少了 这段日子有多久啊 两三个月了 就两三个月啊 就这样了 就出了这么多的事啊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 我就已经接受不了了 我觉得到后面 我可能就更加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就是 有一个选择吧 你这算最后通牒是吧 算是吧 就是在你的生活里 是希望有一个人 能一直在物理上 陪在你身边的 是吧 对 否则你完全不可以接受 这个身边没人空落落的 这种情感 是吧 对 哎 你后悔辞职吗 没有 唯一一点的感觉就是 感觉爸爸妈妈 对我有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我觉得我过得挺好的 就是你喜欢你现在 那种生活状态 只是这个生活状态里面 缺少一个他 如果有他就非常棒 是这意思吗 对 对